封闭湘港口称秀古兰西口旁的大圣公 在今天也庆祝大圣爷圣诞千秋举办了平安宴 各地宫庙信众都到场参加 准备大批香蕉供奉祭拜之外 现场还有殿阴三太子以及小猴王尬无暖寿 很热闹 讨喜斗趣的锣鼓行事表演 为大圣公主神齐天大圣爷祝寿 宫庙管理会也特别习开二十桌平安宴 宴请各地前来祝寿参拜的宫庙信众 奉兵在地乡代表乡长林丽婷也就到场祝福 坐落在秀古兰西出海口北岸的大圣公 主要侍奉的齐天大圣爷神像已有百年历史 今天兴奉大圣爷圣诞千秋 除了平安宴 现场又有殿阴三太子与小猴王尬无暖寿 炒热现场气氛 表演精彩 现场信众看得目不转睛 大圣公管委会主委林廷达及管委会成员 感谢各界长年以来对大圣公的支持 尤其近几年积极协助公庙筹措重建经费 大家齐心协力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重建工程 让齐天大圣爷有安神之所庇佑地方 我们的大圣公在差不多光溪二年的时候 有大陆来的移民 从大陆带来的时候 从秀古兰西口登陆刚好有一个岩石 就存放在岩石上面 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这个公在封冰箱 就在秀古兰西口 有空来玩 来参乡 祖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的大圣公 庙宇规模不大 但历史可追溯到光学二年 明治九年 宫庙建筑沿着海岩洞向外搭建 背山面海景色宜人 记得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